自俄乌开战以来 每当你谈起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时 总会有孝子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争辩 你怎么不提当年北约队南联谋的狂轰滥炸呢 好,今天我就来说一说 其实我早就想做南斯拉夫内战的话题了 但一考虑到它的难度系数 就让我心生退役 南斯拉夫以及他所在的巴根地区 绝不愧于火药桶的称号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是错终复杂 一旦讲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而你不交代背景又不行 因为这里面各种专有名词 各种围棋是满天飞啊 所以今天我就只截取一小段内容 主要把目光就要在科索沃一带 当然啦,无论如何 咱们首先还是得弄清楚 南斯拉夫、南联盟、塞黑与塞尔维亚 他们几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19世纪的时候 巴尔干分别由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 而这两大强权都不怎么待见 其境内属于异教徒的斯拉夫人 俗话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奥匈帝国附庸的塞尔维亚人 就率先提出了建立一个由塞族人主导 统一且独立的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张 使生大塞尔维亚主义 在当时那种民族主义方性慰爱的背景下 这个目标必须得用铁鱼血来实现 而很快他们就等来了机会 19世纪晚期 借由塞尔维亚大革命和苏式俄土战争 塞尔维亚公国在他的远方亲戚 沙俄的帮助下实现了独立 并升级为塞尔维亚王国 这个新诞生的王国 凭借着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 迅速都要扩张 接连从西亚并赴的手中 抢来了马其顿和科索沃等地 当然按照人家的说法 应该叫做光复故土 而在另一边 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也摩擦不断 大批爱国青年 时常越境搞一搞刺杀和爆破 那可比如今只会打嘴炮的孝子们强多了 最终在1914年 酿成了举世震惊的萨拉热瓦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战后作为战胜国的塞尔维亚 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大片斯拉夫人的领土 并改命为塞尔维亚人 科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利亚人的王国 简称南斯拉夫王国 亦可叫做第一南斯拉夫 之后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高配版 大南斯拉夫主义也开始梦芽 而在二十多年后的二战中 高举兄弟与统一大旗的铁托游击队 在与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并建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这边是第二南斯拉夫 而现在我们一般称之为前南斯拉夫 关于这个有铁托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曾经有个12345678的说法 即一个南斯拉夫 两种文字 三大宗教 四种语言 五个民族 六个加盟共和国 七个联邦 八个联邦实体 由此可见 其内部民族结构复杂 生活方式不一 且没有谁能在这里面占据主导敌位 即便是人数最多的塞尔维亚族 也只占36% 为解决这个问题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混血出生的铁托 想到的是用一个更大的民族主义 去压制那些小的民族主义 为此他创造出了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概念 前男的公民可以选择成为这一新创的民族 这个不是嘴上说说 是真的可以在户口本里写上南斯拉夫族 其实所有的民族本都是想象的共同体 但南斯拉夫这个民族却只是个共同体的想象 而这就为后来的一切苦难埋下了伏笔 1980年铁托趋势 南斯拉夫逐渐陷入到内忧外患当中 各共和国之间内耗严重 经济改革也不见起色 80年代末其通过膨胀率高达250% 国民胜过水平光速倒退 而在外部 苏东巨变不仅带来了意识形态冲击 还让南斯拉夫失去了原本左右逢源的国际地位 这样一来 采用宏大叙事的南斯拉夫主义 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很快就退去了鲜艳的色彩 事实证明兄弟之间可以共富贵 但无法共患安 1989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米洛舍维奇 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实际领导人 作为一个被压抑了许久的塞族人 他要求重新建立一个强力征服 让南斯拉夫回到塞族人一家独大的亡国时代 看来他的妖方是用大塞尔维亚主义 赤掉类似大科罗地亚主义等于是平行的民族主义 但很显然 这位要完全只会有反效果 最终各方的冲突 在1990年的南共十四大战集中爆发 当时米洛舍维奇试图修宪 以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 而此举直接导致了南斯拉夫的解体 1990年斯洛文尼亚率先通过十日战争取得独立 紧接着就是两次克罗地亚战争 和极为惨烈的波斯尼亚战争 可以说整个90年代 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巴尔干的上空 后来经过一连串的分裂 最终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 想要维持联邦体制 于是1992年 他们两共同组建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简称南联盟 后来他又把名称改成了塞尔维亚和黑山 简称塞黑 这两者是一码事 再后来黑山也不想和塞尔维亚玩了 于是在2006年以公投的方式实现了独立 而对了 黑山在台湾采用的是音译叫做蒙特内格罗 塞尔维亚也因此变成了如今的光感使令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么科索沃呢 他与前面提到的这些加盟共和国有什么不同之初吗 有的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加盟共和国 只是塞尔维亚旗下的自治区 根据前南宪法 其境内的民族被划分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 而只有前者才具备在联邦层面的政治权利 可以形成独立的加盟共和国 而在科索沃 虽然90%的人口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 但他们在联邦层面只是少数民族 前南时期 阿族人进入联邦国家机关的只有9位 而塞族人则多达82位 其经济的发展也十分缓慢 1957年 科索沃的人均GDP是前南斯拉夫水平的42% 1962年进一步降至33% 这就使得当地的阿族人一直感到备受压迫 至于说那套强加的大南斯拉夫主义 在这里也不好使 因为人家压根就不是斯拉夫人 其唯一的作用是反向促成了大阿尔巴尼亚族裔的形成 科索和民族独立的思潮愈演愈烈 在前南时期 铁拖凭借武力尚且能够弹压得住 可等他一死 冲突就不可避免地迅速升级 1981年3月 科索沃首府普斯纳蒂德大学生 举行示威抗议学校的伙食不好 不过在他们走上街头之后 口号很快就变成了要共和国 不要自治神 我们是阿巴尼亚人 不是南斯拉夫人 自此原本暗流涌动的危机 演变为了明面上的冲突和暴动 而米洛索沃维奇上台后 坚决采取消贩政策 颁布了新的宪法 剥夺了科索沃仅有的自治权 1993年 在前南解体的浪潮下 科索沃解放军成立 这意味着两株的矛盾从街头暴动 逐渐升级为武装冲突 那么彼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南联盟 为什么还要硬抓住这个小小的科索沃不放呢 这块土地经济萧条 资源平息 且难以管理 妥妥的就是一个负资产 很简单 因为科索沃是祖宗的基业 是当年塞尔维亚王国 从奥斯曼帝国的手中夺来的领土 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米洛史维奇 绝不可能允许祖辈的江山断送在自己的手里 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来说 面包可能远在天边 但仇恨却近在眼前 无数次的历史都告诉我们 当一个国家穷得只剩下了民族主义 那么它一定会变得极端危险 同理对于科索沃来说也一样 利用塞尔维亚在科洛地亚和波士尼亚 陷入苦战的空挡 阿族人大使招兵买马 自1998年 科索沃境内的各类游击武装 达到了2万人之多 而且除了乐学的民族主义外 他们还拥有一项神兵利器 那就是真主的教义 前后有数千名来自中东和世界各地的圣战室 加入到了对抗塞尔维亚的圣战当中 在这种民族和信仰的双重矛盾之下 从1995年起 科索沃解放军制造了多起 针对塞族人的袭击和屠杀 最终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1998年2月 科索沃解放军在其诞生地德雷尼莎一带 与塞族武装警察爆发冲突 双方互有死伤 随后南联盟特种部队 对这一代的阿族村庄发动了报复行动 最终导致83名阿族平民死亡 死身德雷尼莎大屠杀 科索沃战争正式爆发 凭借地利质变 阿族人一度控制了科索沃的几乎全部领土 但很快南联盟安全部队就发动了全面反攻 而且这一次与之前那些小规模的冲突不同 他们采取的是流倒不流人的种族进化政策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估计 仅在98年到99年 就至少有1万名阿族平民被处决 85万人流离失所 由此引发了欧洲自二战以来的最大难民潮 这一记录直到如今的乌克兰战争才被打破 1999年2月6日 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 塞族与阿族的谈判代表 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 举行了两轮和平谈判 美国抛出了一个停火方案 内容包括 尊重南联盟的领土完整 但科索沃需要高度自知 南军撤出科索沃 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 再按当地人口比例 逐渐新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 北约向科索沃派遣违和部队 以监督协议实施 然而这样的方案 已经无法让塞亚双方感到满意 塞族人认为现在优势在我 应该加紧进攻 早日结束战斗 且北约军队入住 就意味着上权辱国 这是万万不能的 而阿族人则不愿意放下武器 从而彻底上失反抗的手码 最终南联盟的谈判代表 拒绝在协议上签制 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外交努力 宣告彻底失败 为迫使南军离开科索沃 3月24日 北约决定对南联盟展开大规模空袭 为期78天的盟军行动 拉开帷幕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部分内容我会在下期节目中展开论述 那么你说此时的米罗索维奇 是怎么想的呢 之前在他志向的南联盟 已经卷入过了两场战争 并且都没有获得任何实质好处 此时的这个塞尔维尔人的国家 已经是风中禅足啊 难道他就不懂得与民修喜的道理吗 难道他就这么想要对那些 前同胞们举起屠刀吗 或许并不会 但此时他怎么想 已经不重要了 一个民族 一旦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上了身 其处境越是被动 就越会想要放手一搏 人人都会在心中默念 皇国心肺在此一举 更为可怕的是 只要是民族主义 都在背后隐藏着一套 以血缘定优劣的自我说服程序 一旦这套程序开始运行 己方的任何暴行 都会被合理解释 健康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